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天麗 李宗盛 很開心 今天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拍攝顏色跟後期處理 原像照片的一些經驗跟性格 首先我會從一些非常簡單的 我平時是怎麽去處理的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我們學會裏面拍的模特 這張照片基本上就是說其他的細節 這張照片就是我今天要講這個照片 有一個很簡單的處理方法就是裁切 裁切照片的話 我以前也講過怎麽去裁切 但是這張照片我想說的就是 照片裁切之後呢 會改變一張照片的主題 那我們先看這張照片 第一眼你會看到是什麽呢 是一個很性感的女郎 那這張照片裁了之後 那你就看不到性感的 那你就這個主題就是一個面具 那你的注意力就會在這個面具上面去 所以通過一個裁切很簡單的 你就會改變一張照片的一個主題 那裁切還通常我都會習慣就會轉換成一個黑白 那就是說每一張照片 那就是說每一張照片 我們都可以會處理一張黑白照片 那就是說如果參加比賽的話呢 黑白的獲獎的機率還比這個彩色的還要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我都會習慣轉換成黑白 那裁切的話呢 那裁切的話呢 我會簡單講一下 我以前就是在學會講過那個Photoshop的基礎的時候 裁切 怎麼樣裁可以裁的那個照片 可以就是不會改變它那個改小的尺寸 還是會保留那個原來的那個尺寸 就是選擇它那個前面的圖像 前面的圖像就是說 你裁切的時候它的像素是放大了 但是它那個尺寸是不會小的 那如果你去打印照片的時候 尺寸小的話呢 它打印出來會小 但是你照片大的話呢 你打印出來的話呢 它還是會有很大的那個尺寸 它只不過是把那個像素放大了而已 然後我們就是選擇了前面的圖像的時候 還橫的樹的 然後我們要有一個轉換 就是這個左右這個箭頭這裡 是要用來轉換 轉換的話呢 它就會可以裁切成 樹构頭轉為橫构圖 這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裁切了照片之後 可以改變一張照片的那個主題 還有就是說 用前面的圖像那個設定 可以把照片裁切成一模一樣大 不會變小了 這裡呢就是 我有一個小視頻就是 講那個轉黑白 這個我在之前的講的課裡面 也已經就是有講過 就是怎麼去轉黑白 那轉黑白的話呢 那我們通常就會 原像跟風景是不一樣 那我們就是要把那個 原就是要皮膚要調的白一點 那像這樣的話呢 這個是金髮女郎 那她頭髮轉了黑白之後 她會變淺了 然後我會去掉 然後我重新再轉一次黑白 然後再把那個 頭髮會結身 那這種處理方法 有很多方法 就是你可以單獨用它 用曲線去遮加黑也可以 還有這個轉了黑白之後 眼睛 你看到眼睛沒有 她眼睛是 因為她的光線還不到 那我還會局部 把那個用那個套索 局部把眼睛勾起來 然後呢 還提亮 這個很多細節 我們去處理一張照片的時候 有很多細節你處理之後 你就會發現 會有一些小缺陷 但你處理之後 一張照片就會變得更完美 所以 彩色的時候 你不會發覺 眼睛會有問題 但是你轉了黑白之後 她就黑了 那我 單獨 局部的提亮的話呢 她眼睛就會變得更有神 那這也是我們學會拍的模特 那 就張照片拍出來 從光線 構圖 各方面都沒問題了 那我還需要處理什麼呢 那首先 我是 因為我是比較 我是職業攝影師 所以有很多小的細節 還是需要去處理的 比如說 你一放大 那你會看到 她的臉上 會有一些小的細文 這些都 你不細看也沒問題 但是呢 你一細看的話呢 你這張照片 你一放大的話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 就是 還可以更好一點 比如說 這個帽子 還有一條 這個就是說 你說 俠氣也可以 但是你去掉的話 那可能會更好一點 所以 我通常就是說 我是一個 就是完美 那我就會把這些都去掉 還有就是說 女孩子都喜歡 但美白一點 那我就局部 把那臉部也提亮一下 那就是小細節 都處理完之後 我還會 同樣是處理上那個黑白 這黑白就是說 這照片出來 還是另外一種效果 也蠻好看的 那黑白就是跟 剛才說的那個 那這張黑白的話呢 我還是特意把它那個嘴唇 加深了一點 這個處理方法 我以前那個 學會的那個 教廠裡面會有 那就是說 我想 就講一下 就是說 我除了會 調亮 它那個皮膚 還會把這個嘴唇 壓深一點 壓深了之後 它那個 立體感會更強一點 這樣出來的效果 就是 通常我們拍照片的時候 我們都會叫模特 就是把那個口紅 塗深一點 或者那個 塗鮮一點 就是說 一燈一打亮的時候 你的嘴唇 就會不會 太淺顏色 嘴唇顏色 淺的話呢 會給人一種 就是 比如說 你去醫院 看到病人 都會嘴唇 都會很淺 很大的 所以 加深了那個嘴唇的時候 會令這個照片 更醒目 人會更精神 那 通常我 去處理這張照片 其實很快 你可能就是 一兩分鐘 就可以處理一張照片 那我 我習慣是 第一時間 是會處理 是 附近一個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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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是養長這樣一個習慣 你 做錯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塗層 讓掉 然後還有一個塗層 那你就不用重新 導入這個照片 所以我第一時間 我會 附近一個塗層 塗層 就是說 做錯了 你還可以 讓掉 那以後 通常就是 修污點工具 就是去污點 就是說 去痘痘 就是小的細紋 你還可以 就是說 很容易就去掉的了 那 我會 就是 美白 所謂美白 就是 令它那個 臉亮一點 那我就會 加強一點 那個 對比度 那我就 用那個 曲線 曲線就是 整體把它 拉亮一點 這個 它臉部就會亮了 但是 我會 那個 保留 它那個 暗部 不提亮 這樣 它就會 局部提亮 那個 亮部 就是臉 會更亮一點點 好 這是 呃 我那個 操作過程 這個 就是說 通常 處理一張照片 如果你熟練的話 很快 就馬上就 處理好了 一些基本的修污點 那個 方法 你看 很輕易 就把那些細紋 那如果一些年紀大一點 有眼袋 或者有皺紋 的話呢 通常就這樣去處理 就好了 呃 大家呢 就是 呃 如果 有那個 磨皮 插件 那就更 更 快了 一件就可以磨皮 就會 把皮膚很順滑 這個 插件 呃 就算是馬 也不是很貴 呃 然後 就是 呃 製作jon 隔 好 OK 这张也是我们学会拍的模特 我尽量拿一些我们学会拍的照片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是怎么去处理的 然后这张照片你看上去就是圆图 没有任何改变 那这张照片如果你不改 问题也不大 就是从构图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是处理成怎么样呢 那就是我处理的效果 就是说改变不是很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一点点小修改 我觉得更比较符合我需要的那个 那这是最后出来的效果就是说我处理了什么呢 第一我把那个两个角都填上去了 那从细节上我觉得这个更更有冲击力一点 从构图上更有那个那个图案感 然后我把那个背景调亮了 它本来是灰色它本来是灰色 它本来是灰色还有一些杂乱的影子 这个影子就是说对画面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有一点影响 所以我就把局部把那个背景提亮 然后脚因为光线那个灯光还不到脚那里脚显得暗 那我就是把那个脚也单独提亮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它那个裙子 我看看你的看 它的裙子是以前的会长的时候摆的裙子啊 所以就它没有烫 没有烫的话呢它就很皱 然后就皱纹 那如果你平时拍那可能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用来做工作啊 或者你追求更完美的话呢 那你就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瑕疵啊 那所以就是说用修补工具 用Photoshop修补工具 你就可以一点点把它修复掉 这个就很简单 但是就是说你要有一点耐心 所以就是我们做Photoshop有时候就是说 很多时候是看细节 一些事情就是说你可以不处理 就是说你急着拍出来也没问题 但是你处理得更好一点的话呢 你会享受处理的过程 还有你处理完之后 你会更喜欢你处理后的一张照片 一些小的事件你不处理 比如说它那个关掉 就是它那个线条那些 还有有时候它那个肚子 有时候会角度的问题 那可能是有点小肚子啊 那不是因为模特的问题 而是可能是角度的问题 那一点点修改的话呢 会令你的照片更完美 好那我是怎么处理呢 就是我第一时间我会先打开照片 然后我是用CAMERO打开 打开之后会调整一下 它那个用CAMERO基本上就是整体调整一下对比度啊 那我通常是把照片提高一点的时候 它颜色会显现一点 然后对比度一拉高的时候 它的暗部也会黑一点 就是亮的更亮 暗的更暗 那我会把那个阴影的位置会提亮一点点 这样出来的照片就会更通透一点 就颜色会更显眼一点 那然后我怎么去掉 就是把那个背景提亮呢 那我就要把背景单独选起来 通常有时候我们可以用那个CAMERO或者那个Lylon 有一个就选择背景 新的CAMERO它会有 但是这个不行 因为FOLLOWSHOT它是自动选的时候 它就把人选起来了 但是我需要的是只是单独白色那个 所以用那个自动选择背景那个是不行的 所以我只能用很笨的方法 就是用手动来去背景 就是我用那个快速选项 然后把这个背景选起来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选起来的时候 就是单独把这个背景 你可以看到是 我自己选择了这个白色的背景 那我觉得它那个 比较会有爱 还有一些影子 我不太喜欢 那然后 选择了之后 要点击这个选择并遮入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你出来之后 可以令那个选择的边缘线 不要太阴力 那我就会 平滑 这平滑就是说 令这个选起来 不用太太生硬 所以这个时候 调整了之后 它会衔接的更好一点 然后 我在用曲线 在这里选择曲线的时候 它可以就是说 单独 提亮那个背景 那这个 这个脚这里呢 也是用曲线 就是单独 用那个套手把它套出来 举步提亮 那这个方法 就是 大家都懂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今天讲的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怎么去提亮这个脚 但为什么要提亮这个脚呢 是因为光线 光源 不到 所以我提亮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一些小的细节 就像我 我拍照片 我看一张照片 除了看整体的话 有时候我会看细节 比如说 有些 AI换脸 换出来 它觉得很好 那我会放大来看 oh AI那脸 过度的不自然 它那个 边缘线 处理的不太好 那就是说 当你是 很熟练 你自己处理照片 处理到 有一定经验的时候 你就会更精益求精 你就会去看一些细节 从一些细节去 把照片处理得更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分享一个快捷键 就是 Control加 Alt-Guard-E 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把 所有的图层 用合并图层 一个单独 一个合并图层 这个非常有用的 但是 韩扫元会 知道 有这个作用是什么 就是说 我所有的分层图 这个 这个分层图 就是说 我处理了很多 但是我不想 全部合并了 我需要 要做一个 合并的图层 用这来处理的话 我就会用 Control加Alt-Shift-E 这样 它会合并成一张图层 一张附近出来的图 这张图片 你就可以用来 继续去做其他的 方面的 处理 那 还有 然后处理之后 就是合并的一张图层 这时候 我就会用 那个夜化工具 这夜化工具就是 我们平时说的 就是 去瘦身 或者 处理 那个 把它 就是 推瘦 推胖 或者 处理好一点 那打开了 夜化工具的时候 通常 这里呢 有一个工具栏 那工具栏 如果 平时 我 瘦脸 那它 它有一个瘦脸的工具 你可以直接 按的时候 很容易就 把脸 推瘦了 这个是 它 现在的 新版本的 Folosho 都很容易就做到 但是 如果你要单独 比如说 我现在 我修的 不是人 而是 修的是 那个 它的 衣服 那我还是会 选用 第一个 这个 这个是用来 推 就是 把它推直 变形 就是填补 一些东西 那 这个 液化工具 需要 我们 就是说 要 熟练的时候 你 你就是说 它 液化工具 就是说 有很多 有压力 就是说 它压力 推的 有多大 那所以 这个 要讲的 很 很复杂 那个 可以 完全可以 开一堂课 去讲 那个 液化工具 所以 这里 我就 简单的 说一下 我是用这个 工具 那我就 不想 去介绍 怎么 去用 液化工具 那 现在 液化工具 就是说 我把 这个 都推 好了 现在 现在就修 那个 裙子 就 裙子 那些 皱纹 这个 这个 这个皱纹的时候 就是用 用这个 用 修补工具 修补工具 就是说 就是 我放它给你看看 是这个 如果大家不知道 怎么 用这个 修补工具 就回去 学会 那个网站 然后就 由我 叫 那个 Folosoft 基础客 那里 讲 这个 工具 怎么 使用 然后 用这个 工具 就一点点 把 这个 纹路 套出来 套出来 然后 你就一点点 去修补 这个需要耐性 有时候 你移动 一次 可能 还 效果不好 你再做一次 这样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一点点 一点点 去把它 那个 皱纹修好 那如果你 其实 就是应该是 在拍摄之前 就做好 拍摄之前 你 摊好了 衣服 处理好的话 就是 就不用 做的了 但是 我现在 讲的 就是 我工具的 运用 还有就是说 我后期 为什么要做 这些 其实就是 让照片更完美一点 好了 那 还有一个 就是裁切工具 这个裁切工具 为什么要用 裁切呢 因为我觉得 这个底部 空的 这个底部空的位置 还要多一点点 所以我就 用裁切工具 把它底下 那个空白的地方 裁掉一点点 所以 所以 这就是我 拍了这张照片之后 需要处理的一些细节 就是 做这次动作 就是 只是为了 让照片 会更完美一点 更符合 我自己的要求 那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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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裁切工具 你看 就是把底部 裁掉一点点 这样 就是说 让它那个画面 下面 不要太空 通常 我现在就是 先复制一个图层 复制一个图层的作用就是 你做错的话呢 还可以 用掉 还有一个 有关键在这里 就是我一种 习惯 然后 打开那个 镜头 镜头里面 去调整 这个 对比度 会拉强一点 拉强一点 的话呢 它也是会更鲜艳一点 画面会更通透一点 然后 拉强了之后 通常就是 它那个暗部会 更黑一点 所以我就会 把它那个阴影 那个位置 会提亮一点点 然后 这个 就快速选项 这快速选项 就是 有时候 会有一些 选的地方 还不够 那这个 我就要按住 那个 Ctrl去 用 剪掉 把这些 小的地方 剪掉 这样 就出来的效果 才不会漏 这个 就是 有时候 它没有选到 然后 我们就要 用那个 加跟减 去把它 那个 添加跟减少 好 这个就 按 选择跟 接入 然后 把它 那个 套索 那个 那个 现在 变 平滑一点 通常 我会 平滑 它跟 雨花 都会 加一点点 这样 出来 你修出来 就不会很生硬 它这个 过度会 比较 自然一点 然后 就用 曲线 这曲线 就是 整体体量 它 效果 就是 会 背景会 马上 白 白了很多 然后 你看 一对比之下 效果 就 更好一点 这是我 局部的 把它 那个 脚 体量一下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打灯的时候灯光都是在脸上所以那个脚的地方就显得比较黑一点 那这个局部提亮之后 它那个光比就平衡一点 现在是用那个液化工具 你看 它那个衣服 它那个线条 我觉得 不好看 所以我就会 把它 让它 顺滑一点 就是 曲线 更好看一点点 这些小细节 你 不处理也 也没问题 但是你处理之后 效果会更好一点点 把那个 圈圈 弄大一点点 然后 这样就可以填补了它那个空白 我们在使用过程 有时候是要不断去调整它那个圈圈就那花笔的一个大小 这样出来会更自然一点点 嗯 嗯 谢谢观看 就是要那个圈圈那个花笔应该要更大一点点 然后一修就很自然就处理好了 好 OK 上前来 discussed 用液化工具处理好之后,让画面更有图案感一点 然后修这个皱纹,修衣服,修其他的都可以的,包括比如说一些垃圾,地面上一些垃圾,这个很容易就处理好 你看到,就是非常简单,但是你要有耐心一点点去处理,这个其实就不是很难的事情,就是需要花时间有耐心去处理 有时候一次不够,还要继续来多一次 谢谢 我展示这个工具,除了修皱纹,还可以修其他的东西 就是我是通过我这个操作,是告诉大家,你熟练了工具之后,你处理什么都可以用这个工具去处理 就是说很简单,它会帮你修复得很好 有时候修补工具不行的 有时候,用印象工具再去代替一下,这样处理会更完美一点 就是 你看一会儿木了 在这一会儿,用那些我就是酱黄鱼 就是在鱷汁,做梳鱼,做梳鱼 那么,我说的是,您一起做梳鱼 那么,嘛 我们,好感觉,你现在做梳鱼 如果有点,就这么多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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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沒有 就是我們經常有些人說背景不好 那像這些背景那有一點小瑕疵 那我也忍受不了 那我就會用剛才那個修皺紋那個修補工具 然後把它套起來 然後一拉到旁邊 它那個就可以把旁邊那個 把這些不好的一些瑕疵 所以修不好 那這張照片我還處理了一下 就是說它那個色溫就是說 有一點點偏黃 但現在這個可能看不出來 但我的顯示是我覺得偏黃一點 那我就會把色溫調整一下 讓它那個藍得更藍一點 皮膚顏色會更軟一點 那就是說每一張照片回來 就是說你不需要處理太多 但是有一些小的瑕疵 你處理之後 你會令照片更完美一點 那這張照片還處理 那就是說它那個黑的背景 不夠黑 因為曝光的時間 可能是燈打了那個那個布 有一些小的布的皺紋 我看到那我會單獨把這個 如果那個陰影的位置調深一點點 那整個背景就會黑下來 那這個就是 修補工具 那個調色溫 是用CAMERA RAW去調色溫 這個是非常簡單 所以有時候我們拍人像的時候 很多時候問我色溫調什麼 我基本上就用自動白平衡 因為後期調色溫非常非常簡單 大家用過這個CAMERA RAW都知道 調色溫是非常簡單 所以我拍的時候 我就不故意去調 不確實那個色溫 而是用自動白平衡去拍 然後後期你調整那個色溫 非常非常容易 還有就是說 我還處理一下 這張照片重新構圖了一下 就是我覺得頂部那裡 多了一點點 我們拍這個模特兒的時候 我經常看到很多 我們的會員拍的時候 把那個畫面拍得很空 就是很小 那把那些天花板都拍下來了 那我們就是說 通常要重新 就是所謂構圖要切 就是說把頂部那裡太多了 太空了 然後我會重新會調整一下個構圖 那就是說 我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修讀的操作 就是一張照片拿到我手裡 我是怎麼樣去處理 接下來就是說 一個拉長腿 怎麼就是說一個人 舉例子就是說 這張照片拍出來 很多人投訴說 怎麼把我拍矮的 我本來沒有那麼矮的 那其實有時候是角度的問題 有時候是衣服的問題 那看類似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 我是站在後面 因為前面的人 我是留了最好的位置 給會員去拍 那我在後面不過位的時候 我就站在那個椅子上 那這個角度不一樣了 那顯得就矮了 那矮了的話 怎麼去把它變長呢 拉長腿 很多美女 你現在的iPhone 那個 它還可以自動拉長腿 那我們後期怎麼去拉長腿呢 這個看到沒有 要拉長的時候 你越拉長 要很自然 要不要拉長 像臉 臉 各方面 不能變形 只能把那個腿拉長了 但拉長的時候 很自然 就顯得 沒有 沒有 你不看圓圖 你還不知道它那個 有拉長的效果 那 怎麼去處理呢 首先就是 修補工具 就是把那些 修補點 就是那個瑕疵 就是那個背景一些 那個膠帶那些 我先先吹掉 這個 我一點 一點 瑕疵都演奏不了 所以我 這個很快 用那個修補工具 馬上 你幾秒鐘 就可以做完的事情 然後你就 複製一個塗層 一定要複製塗層 一定要複製塗層 你用那個背景塗層 你是不能移動的 所以你一定要複製一個塗層 就是 把它拉到那個 這個空白頁面 你就可以複製一個塗層 然後用這個移動工具 用這個移動工具 用這個移動工具 然後把照片往上推 推上一點點 推上的時候 它下面就會露出個空白的地方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 長方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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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手工具 這個叫 鋸型 選框 選框 就是說 一定要 選 框形 當然 如果 不是 框形 的話 你用那個 桃鎖 是 自由形的 出來效果 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一定要 這個框形才好 還有就是說 這個框形 雨化這裡 一定要零 如果你有雨化 比如說你有百分之十 或者三十 或者雨化的話 它一拉 它就會 這裡就會 有空 空出來的了 所以 必須要 要強調雨化 必須要是零 那 把這個框了之後 然後 我們就 那個 Ctrl加T Ctrl加T 你可以在那個 邊境那裡選擇也可以 Ctrl加T 就是一個 自由 變換的工具 那 然後你就 往下拉 在這裡往下拉 一拉 出來 馬上 就 變長了 然後這個變長的話 它一點 瑕疵都沒有了 你就算是 一條腿 各方面都沒問題 但是 你在 選擇這個時候 你不要 從這個 扇子這裡開始 擠需要腳 或擠需要拉長腳 如果你是 在這個 扇子這裡 也拉 往下拉的話 你的扇子會變長了 就不自然了 那 我 只 選擇了 這個腳 然後把它拉下來 那 你的腳拉長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有問題 你細節上看上去 是很自然的 我不告訴你 我拉長的話 你是不知道 我拉長了 我這樣的話 你不知道我拉長了 但如果你要是 匡到那個扇子 你可能是 一拉下來 扇子可能會變長了 你就覺得 扇子不自然了 所以這個 重點 不是那麼拉下來 而是拉的時候 你要選擇 什麼位置去拉 這是最重要的 你要我 我選擇這個裙子 下面一拉的話 它不會變形的 因為你看不出它有任何的改動 還有更有就是說 臉部千萬別拉 一拉臉就變長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說 用來拉長腿 拉長腿就是說 現在手機都有這個功能 然後這個就是說 非常簡單 但是非常有用 通常就是說 一些美女就說 你怎麼把我拍得那麼矮呢 你要長 多長都沒問題 就是 你要做出來 要很自然 我不給你圓圖看 你看不出任何問題 也不知道我做了是什麼 這才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是很少 人會知道怎麼去處理 但是 非常有用 希望大家 也很簡單 希望大家去練習一下 這個是 對修美女 你要修其他事情都有 就是 你不單是修人物 你可以修其他的 你都可以拉長 比如說 我們拍一下風景 我的前景 需要加強一點 那你就把它損失了你的前景 把它拉長一點點 這樣會 你的前景 可能會更好看一點點 這只不過是一個 我是介紹這個工具 怎麼去處理 還有一些細節要處理 對修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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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那些 所謂的瑕疵 就是背景 那些 我們處理好了 嗯 哦 什麼 透露工具 那些 你下面 你給我 你怎麼搞的 就是用那個移動工具把它推上去 然後把需要拉長的地方擴充好 然後Ctrl加T,然後可以隨意拉長 就這麼簡單,如果你熟練的話一分鐘都不用就可以做好了 這是我們學會拍的模特兒 這個模特兒我非常喜歡,你看它的輪郭非常非常美 眼睛鼻子嘴唇各方面都非常美 那這張照片是彩色的,我除了修一點痘痘基本上都不用處理 所以就是說我們前期做好的話後期基本上都不用做什麼 然後我要想說的就是要做一個這樣的效果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效果呢?那就是說這張照片好像大家拍出來都差不多 光源的一樣每一個,那怎麼樣才可以做一張照片是我的呢? 那一看就是,哦這是李建能拍的 那這個轉黑白,那我基本上就是說我很喜歡的就是說把彩色轉成黑白 因為黑白是另外一種很有魅力的照片 那轉黑白,那就不詳細去講了 那講的是這個,這個就是說局部光源 那那局部光源,通常我們有一些叫,現在有,BNH有一些配件可以很局部的打燈 但那個非常貴,那個器材,那個配件很貴,幾百塊錢 還有呢就是,在打燈,我試過,花很長很長時間你才對準這個位置 那就是,那就是說我拍一張照片,如果我前期拍一張這樣的效果的話呢? 我可能就要花,呃,可能真的還需要那個花,呃,你半個小時才可以拍一張照片 你要設定,調,還有,還有,調是他那個,我看過他那個教場 他那個,那個,那個器材的教場 要對得很準的話呢?你花很長很長時間 當我後期做出來的話呢?一分鐘不到 就一分鐘不到,我就做到這個效果了 那我們看那張照片,我們不是需要看你怎麼去做 我們要看那些效果 我看那張照片不是說你是前期做的還是後期做的 你用相機做的 我看那張照片,我是看效果,我喜不喜歡 是不是我喜歡這種效果,我不會,呃,呃,考慮 不是說相機拍出來就更高級一點,相機拍出來就更好一點 那時候我看你的效果是不是好一點 如果你相機拍的,拍出來效果還不是很好的話呢?那還是,還是不好的照片 所以這個照片的話呢?你可以加一下其他顏色,都沒問題 就是說,最重要的是說,你要處理想要的效果的話呢?你就不斷的嘗試 那不斷嘗試做這種,出來這種效果的話呢? 而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 我覺得我在這個創作過程,我享受到快樂 我在做這個照片的時候,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這個創作過程就說,我不是為了別人,而是我為了要讓我自己更快樂 那我做這個效果的時候,我做出來的話呢? 做出來,我自己會感覺到快樂 所以就是說,做照片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 也更不是為了獲獎啊什麼之類的 而是我為了讓自己更快樂,我享受創作的過程 所以這個照片處理出來,一分鐘都不到,你就可以做了 所以,技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說,你可能想,我怎麼樣才去做這個呢? 你想的時候可能花很多時間,但你這個想的時候 你可以平時走路啊,吃飯啊,你上洗手間啊,你就可以去想 但做的時候很快就可以做出來,所以有了好的想法的話呢? 你就可以,後期很容易就做到你想要的效果 那這個過程我是快樂的,我做這個照片,我是為了讓自己感到快樂 那我們做這張照片的時候,首先打開是黑白照片 這已經處理好的黑白照片的時候,我們要開一個空白層 這個空白跟剛才複製一個圖長不一樣 複製圖長就是說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圖長 然後這個開這個空白長就是說點擊這裡,它有一個加號 這個加號裡面點擊一下,它就會開了一個空白的層 這開的空白層就是說是透明的,什麼東西也沒有 然後我們在空白長上填一個黑色 這黑色在哪裡填呢?就是這裡,看到這裡沒有 如果你有其他顏色,比如說剛才我那個紅色 我就在這裡選擇紅色,你填上去就是紅色的 我要黑色就在這裡填一個黑色上去 填上黑色,然後怎麼處理呢? 把這裡有一個叫不透明度 我減了個百分之五十 然後百分之五十,你看到沒有 它就,就曝光不足了 對吧?就曝光不足了 然後用這個,橢圓,這個工具 當然讓我,你可以橢圓形,也可以正圓形 那我選擇的是正圓 那語化,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不語化的話呢,你貼出來是一個邊緣 很銳利的一個邊緣 那我為什麼會選擇兩百五呢?這個數字你要根據你的實際情況 我的照片,剛好兩百五 是,剛好 那這個設定是多少數字,不是固定的 你的照片小的話呢,你設定那個數字也要小一點 然後,把這裡圈圈勾出來 你需要大一點,小一點,這個無所謂 根據你積極的喜好 然後,把它圈起來之後 按那個Backspace Backspace,它就去掉 就去掉那個黑色那個位置 那就單獨可以把它提亮出來了 那,如果你按一下,你覺得還不夠 你可以按兩下,三下 就是說,一直按到你那個,覺得這個量的區域夠了 就行了 那,這樣出來的效果就是說 我把整個畫面壓按了 然後,局部提亮了這個眼睛 那,我的這個重點就可以提出這個 提亮了這個眼睛,就是重點就在兩邊 那,跟 呃 那,兩個效果哪個好呢? 這兩張都是好的 沒有一個,兩個都是我最喜歡的照片 但是呢,這個呢 更有意思一點 就是說,呃 有,有差別 那,這張照片呢,可能 呃,那天有,有,有很多,很多學員都都在拍 那個會員裡面都在拍 那,可能,很多人,呃 都可能處理出這樣的一個照片 那,這個就沒有,沒有辨識度 就是說,呃,這個可能 是我拍的,也可能是邊拍的出來的效果 那,這一張的話呢 啊,起碼目前還沒有人看到 那,你一看到這張照片 哦,知道這是李箱郎拍的 那,那兩張照片都是好照片 兩張照片都是我喜歡的照片 那就是說,我做長這個過程的話呢 我享受這個創作的過程 就是說,我在做這個過程的時候呢 我能享受到快樂 啊,呃,我是,我要分享的就是說 這個,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不,呃,不單單是我分享怎麼去操作 那,處理,操作過程真的很簡單 就是,其實就一分鐘都不到你就可以處理好 這問題最重要還是你的想法 你,你想到了,去做 那,就是想的過程可能 你就需要那個 這個透明度 這個不透明度這裡 很多很多時候都需要用到 那,我,我,我,呃,分享 這個不單單是做這個局部光 而是我分享我怎麼用用這個工具 為什麼我要用不透明度 這個不透明度 這個不透明度不單單用在這裡 很多很多方面都可以用到 那,呃,呃,包括我一會兒還要講那個 雙門曝光那個 也會用到不透明度 就是說,你要對Photoshop有很多,呃,功能 那,你需要去熟練的話呢 那,你處理,呃,你後期的照片 就會更方便更快 這是前後對比效果 OK OK 好,這個是,呃,上次的會員指定要會長告訴我 叫我講的一個,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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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 тот самый,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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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ур celui後的效果 對高速度,呃,呃,對 Mills,呃,ills,呃,呃, объяс,ode 那你知道他 數 material是 none of the time 在拍這個時候,這兩邊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把你的鏡頭改為手動對焦,然後故意把它弄虛掉 這不是說後期做的,是前期做 就是說你連續拍,就是第一張先拍中間 然後前後兩邊是故意要用鏡頭把它搏成那個手動對焦,故意弄虛 然後左邊右邊,我這個時候把清晰的人放在中間,兩邊是弄虛 這個就是說前期做出來是一樣的 這個你喜歡前期玩多重曝光的,那很容易就做到 但問題就是說,你可以兩邊都清晰也沒問題 你弄虛了也可以,就是說,但我就喜歡就是說 一張清晰的,因為虛的話呢,會令那個畫面更夢幻一點 這個還有這個,你鏡頭弄虛出來的那個虛化的效果呢 比你用佛羅說後期弄模糊會更漂亮 這些光斑的這些呢,是鏡頭處理出來的 所以就是說,你後期照片可以弄模糊,但弄不到這種光斑的效果 所以,那我們前期不完後期也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但我要是告訴你就是說,我後期處理是怎麼處理呢? 非常簡單,就是一分鐘都不到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先剛才打開了那張照片,是導入這一張照片 就是放進去,放進去的時候,你就這裡有一個叫變量 很多時候,我們玩雙重播放都用綠色 但為什麼會用變量呢? 因為變量的話呢,如果用綠色的話呢,它那個背景會淺的 黑色的背景會變灰色 用變量的話呢,它只是把亮的地方套進去 那我是用佳能的相機 佳能雙重播光,裡面有幾個,有四五個損項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效果 那我們後期佳能做出不同的重疊效果 所以,我這次用的是變量 那變量的話呢,它就會把亮的地方套進去 黑色的地方不會改變 這些你可以不斷試一下,你就會得到不同的效果 你可能會用疊加啊,或者那些 你可能會覺得那個效果會更符合你的要求 那你可以一個一個是試一下 找到一個你最喜歡的效果 那導入第三張照片 然後,還是選擇這個變量 它出來就是跟我相機拍出來的效果一模一樣 這個效果就是說,你前期可以做,後期可以做 那後期就非常非常簡單,就處理好了 但你前期必須你要做好 你拍的時候,你就要構思好 我需要一張怎麼樣的照片 這樣,你後期處理就非常簡單 好,那剛才這張照片就是說 我還是做完之後,我用Ctrl GIT 就是那個自由變化那個工具 重新構圖一下,就是一樣的畫面更飽滿一點 就是,這個是你可以處理一下 這樣你不處理也可以 就是我覺得把這個畫面拉一拉 就是讓畫面更飽滿一點 這樣會稍微裁切一下 好,我們首先打開原來那個照片 好,導入一張,第二張照片 那我加拿那個相機 我可以保留所有 就是多重曝光的那些照片都可以保留下來 那我後期處理就更方便 不要設定為一切成像 一切成像的話呢,你就會少了它那個分層圖 就這麼簡單,一分鐘不到你就可以處理好 這個Ctrl加T這個工具幾乎是說百分之百都會用到的工具 大家一定要熟練用它 這個也一樣 但是這個跟剛才那個不一樣 剛才那個是相機機器 從鏡頭變虛 那我這個呢,就是說 我是 你可以看到它是手有動的 但是臉是輕的 那就是說我拍的時候 我不是用很快的速度 而是用比較慢的速度 到慢這個速度就是說 你必須要保證臉不清晰 否則的話呢,你出來的效果就不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出來的效果很有動感 而且那個前後對比 有一個空間感 那跟剛才不一樣的就是說 我把這個不透明度調整了 那第一張你看 就是這樣 那我就會用臉拍 你看,我拍攝的時候 我就想到 我需要做一張這樣的照片 那你拍攝的時候 你就先想好 你後期需要一張這樣的照片 你就前期 你今天要拍 你沒有素材的話呢 你後期是做不了的 那我就拍 臉書拍拍拍拍拍拍了很多 你看 拍了很多 就是照片 我拍了臉書拍了十幾張 然後你就挑幾張 你覺得效果好的 然後你就用來處理 那我先把 挑一張最好的 臉部最清晰的 做那個主體 然後我就導入第二張 那這張還有 就剛剛才不一樣 就剛才我是拍出來說 我兩邊都拍 那我就不用去改變那個位置 直接一疊加就行了 但這個不一樣 因為我是連續拍很多張 不是直接拍雙娘曝光 我是一張一張去拍 那我就是要挪動一個位置 就是說把這個第二張照片 要挪到旁邊去 就挪到旁邊去的話呢 那個圖長 那個不透明度 改為百分之三十八 三十八就是那個 數字比較好聽一點 就是不透明度之後 它會變暗 那如果前期你說 我前期送傳播光 就怎麼做呢 我的相機 我們的家黨那個相機呢 你可以 在拍第二張照片的時候 你可以故意曝光不足 故意曝光不足的話呢 它就按 按下來就會按 當然就是說 效果還不一定會有 後期處理得那麼完美 因為它那個你前期 呃 怎麼處理的話呢 除非你有很多時間 呃 去慢慢去拍一張照片出來 但我我前期我拍連續拍了十幾張 以後後期處理的話呢 很快 而是效果會比你 你直接拍出來效果會好 那這張照片就說 我要挪到 從中間位挪到旁邊來 挪到旁邊來 然後不透明度 調為百分之三十八 這樣的話呢 你就會有一個層次 前後層次 那個把那個距離感拉出來了 那倒入第三張照片 這個位置調整到哪裡呢 你自己喜歡就行 你可以厚一點 離開一點點 呃 靠近一點點 那我就希望它緊湊一點 那我就會把這個 呃 調整在背後 那 有時候 呃 你可以看到 呃 我成品的時候 你 可以 局部 用掃手工具 語化的掃手工具 局部把後面的一些 拉出來一點點 你還是用變亮模式嗎 呃 呃 你看到這裡嗎 沒有 這裡是比較亮一點的 我是複製一個塗層 複製一個塗層 但是語化 就是把這個提亮一點點 讓這個手跟臉部 有一個前後的一個距離 但是又沒有前面那麼亮 所以這個你看這裡一樣 我也是局部的把這個 就是勾出來 提亮 就是複製塗層 就是單獨把這個勾出來 但是你要用語化 把這個邊緣要語化掉 然後這樣的話呢 它後面呢 雖然是變成透明 透明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個立體感 所以這個小細節 你處理好的話呢 一張畫面就會更有層次 我的問題是 你第三張導路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用變亮模式 而透明度滿分之三十嗎 對 一模一樣 它在哪裡 嗯 你看 你看 底下 他現在是在Photoshop做的 對 你另外從 你 你是從 那個 桌面 拉一張圖進去 拉一張圖 拉進去就可以了 我總以為 一家 三家 嗯 你一張一張處理 然後 你就是說 從那個勾紙套裡面 拉 第二張這邊 進去就行 嗯 嗯 嗯 很簡單 那 那 這個 小細瓶就 不在這裡放了 那個 到時候在 嗯 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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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 那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是首先第一时间拍了一张清晰的照片,叫它别动,这个很重要,你必须首先要构思好,你需要怎么的照片,然后拍了第一张之后,当然你可以连续拍几张清晰的,然后后面就叫它动,叫它不断的动,那它一动起来的话呢,后面就是全部都不动了, 会虚掉,那我就后面你看,都是重叠的时候,都用那个不透明度去掉,而且呢,为了体现一种,就是一种神秘感,那我还用那个橡皮刷,橡皮刷的话呢,把一些地方还可以擦掉,就是银银的,你看到它有一个动作, 一些影像,但是呢,主体还是非常清晰,那就是说,首先拍一张是比较清晰的,不动的,这个很重要,一定要,你叫它模特就是说,动也不动,然后你拍出来,然后你就,你就知道它都动,你看,就是,就是不是一直过拍,而是说,我需要它拍动的话呢,我拍了很多很多张, 然后跳出这个动作,你觉得效果好了,就是,就是,就不需要它清晰了,你,你只需要一个动感,那这个,前,前期,你,很多人都可以一直过做,也可以,那问题是说,那后期, 做会更方便的,效果可能会更符合你自己的要求。 问一下,你,这后期就是这些动的,你是不是用那个慢速? 嗯,你就算是不太慢,你叫它动,它都会动,因为动就太快了,比如说我,你一把二十五分之一秒,它一动起来,那那肯定还是手是模糊的,但是眼可能会清晰,明白吗?这个,这个不用,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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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那个速度不用太慢,它都,如果你,如果,如果你太慢,比如说你,你,你用十五分之一秒,基本上,全部!都模糊的, 那这个就,就,当然了,如果你需要它更模糊一点,那你就,呃,前期拍的时候,它那个速度可以更慢一点,六十分之一秒,啊,这样 DC 那对这个,我,给你看呢,就是,我后期,做仗的时候,我,用那个,那个香秤擦,擦工具把它,呃,擦解 fra准, 让它只是一个底纹的那种效果 然后再叠加这个上去的话呢 就效果是另外 刚刚才那个不太一样 刚才那个很强烈 但这个呢就是说 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效果 就是说你可以在不断地试 有时候你运用工具上 你可以有叠加 可以用不透明度 还可以用橡皮擦 橡皮擦就是说 把一些你觉得影响画面的话 简弱一点 去掉 买拉药和性取雷 拉药和性取雷 拉药和性取雷 变成一个通常 对 對,有時候我們就,現在AI很容易做到,AI就是說你輸入一個數字可以得到照片,但問題是說,我跟很多人說,你輸入一張照片,你就手指就動一下,你的快感就那麼那幾下子,但我這個自己創造出來的話呢,我可能,我會快樂幾個小時,甚至幾天。 而且還有成就感,對對對,這是我做的,我享受那個過程,AI做出來可能是做到一模一樣的效果,但問題是說,AI帶給你的快樂,都不一樣了,明白嗎? 沒快樂,沒快樂,所以我們創作,我們不是為了別人,如果你是用了工作,你要交給客戶的話呢,AI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因為你快,你賺錢多了, 給別人快樂,對對對,但是你要自己創作的話呢,你是享受那個過程,享受那個快樂,那你就必須要自己做。 那就像這片是我在家裡拍的,我首先要有這個想法了,有這個想法,所以我才做這樣的一個動作,所以說想法是最重要。 你要一張怎麼樣的效果,你就要自己去拍一個素材,然後這個就是用色片,就是在燈光裡面加的那個色彩,我是一個白色的背景色,然後加那個紅色,還有那個藍色的色片, 然後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就是遠圖,沒有深土,所以有點唱上感了。 然後呢就是,你出來的效果呢,就是眼眼看上去有點科幻感,然後這次就是哪裡來的呢? 素材 那素材是哪里来的 平时多拍一点 这火是哪里来的呢 我在一个婚礼里面 一个婚礼的 一个老外的那些 那个club 不是有烧火吗 我就拍了拍下来 然后那个拍下来就成了素材 这素材平时要收集素材 对我们创作很重要 那这个火 这个是哪里来的呢 你看这个 也是一个婚礼 婚礼上我是拍了一个这样的特使 这个特使就说 他们就点那个 甚至很多上一蜡烛 不是有这样的吗 我是拍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变成我的素材了 这个你要 缺光的时候 一定要点缺光 以火来缺光 那你的背景就传暗了 如果你要是按照评价缺光 或者它传亮了 那个火就白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用局部缺光 或者点缺光才可以把那个火 拍出来 那个效果 那这个素材的收集 很重要 这个就是那个我在那个婚礼 那个会场里面有一个火 那我就拍了这个火 然后做出来就成了我想要的一个照片的素材 那我就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 先 为什么要复制一个图层 因为我拍的时候太居中 那居中的时候 我需要的时候是说 这个边缘要多一点 火是喷着这里来 那我就用移动工具把它移过来 移过来的时候 它不是空出来了吗 空出来了 用任何掏索工具把它掏起来 就是白的地方 一定要记住 掏起来的时候 不要单独选择空白的地方 一定要过来一点点 否则它会有那个空气 就是会露出来 然后点击按右键 点击这个空白 这个套索的地方 然后选择填充 大家还记得填充吗 不知道了 回去那个学会的网站看看 我那个叫做 然后填充 填充 马上它自动帮你填好了 而且非常完美 一点 一点瑕疵都没有 而且你不用再做任何的 所以就是说 你的工具运用好的话呢 很快 那填出来 马上就有一个空了 当然现在很多那个 所谓AI那个新版本 那个还可以帮你 创作很复杂的 那出来之后 出来的效果 你看这个填充了之后 一点一点瑕疵都没有 然后导入我的素材的 那个照片 这个素材的照片呢 选择这个 绿色 就是 你要记住这个 刚才是变亮 现在就绿色 变亮还不够 一定要绿色 绿色的时候它变亮 变透明了 那出来的效果是这样 看到没有 它会变亮 它就是亮的地方 就会叠加出来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 背景一定要够黑 一定要够黑才有 如果你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的背景 有其他的 有人啊 或者它的颜 会透出来的 那这样 你可以看到 这火 还不够自然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那个 Ctrl加T 把它放大 缩小 然后还要 用一个 自由变换 自由变换是在 我看看 我看看 这里 这个 这个 要点击 你要按了Ctrl加T 才有这个 这个是随意 你看到没有 我要把那火 集中在手里 那我就要 一定要把这个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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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那这样就成了一个 好像在我手上 发出来的火 那还要讲一下 就是说 你这个边缘 比较锐利吗 那我还是要用橡皮擦 轻轻的擦一下 当然就是说 让它的过度 更自然一点 然后 我还 把这个 上面的火 用套手工具 把它套起来 复制一个土层 那上面的火 就更 更猛烈一点 就是小世界的话 你处理 刚好的话 效果会更好 所以这个 不是一张就够了 那一张还要 把这个 火 顶部 套起来 要复制一个土层 这样 上面的火 变得更 更 更 猛烈一点 OK 好 那导入这张照片的时候 就是从 从那个 desktop里面 拉进来 就直接就可以了 然后 你看那绿色 绿色之后 你可以看到 你看到没有 因为它那个底部 不过黑 所以它就变成 还是有一点点 那个 穿绷的镜头 那 我怎么样 去处理呢 就是用 那个 曲线工具 用曲线工具呢 单独 拉 黑 把黑布 加强 这很重要 你 你不处理的话呢 你像刚才那个 还可以看到那个 长方形 那个框 对吧 你一拉黑之后 它 体现 那个亮的地方 只看出来 看到没有 这个是用 曲线工具 把 暗布 拉黑 这个一出来的话呢 马上那些 瑕疵就没有了 但 如果你还觉得 还有 比如说你 发现还有的话呢 可以用 橡皮擦 工具 去把它擦掉 那 然后 就用 Ctrl加T 调整 它那个 大小 还可以旋转 调整 那个位置 你可以 转换 然后 Ctrl加J 就伏机图层 就是 伏机几个 一个不够 那伏机几个 那就变得 效果的更强烈一点 就一个 一个图层不够 你看 一二三 我调整了 那个角度 不一样的时候 它那个效果 就不一样了 那个有的大一点 有的小一点 有的 有的 往上面 有的往下面 那出来的效果就 很好 你那个就这火花 你数字比如三层 每一层都是用绿色吗 对对对 都是百分比透明度 用多少 都一百的 都一百的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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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图层是绿色的话 你附进出来也是绿色 就是 它会 本来是透明 它本身绿色就是已经透明 所以 叠加上去 它就跟 那个相机的 收藏波光 那个效果 是一样的 但是 背景一定要黑 这个很重要 你背景不够黑的话 你还要拉黑 它那个背景 那它出来的效果就很自然 你看 一点瑕疵都没有了 OK 那 这张照片处理之后 我觉得 这个四周 亮了一点 那我就把照片导入那个 CAMERA RAW 那个CAMERA RAW里面 它有一个叫 效果 然后效果里面 叫一个云影 这个云影就是 压暗四角 压暗四角 你看 这个角 压暗下来的话呢 效果就更 更强烈 这个效果会很好 这个很多很多照片有时候 需要压暗四角的话呢 效果会更好 它会更集中在主体 那 这个云影 要多大呢 根据实际情况 这个数字不是 不是死的 要多大 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 然后还有中间 那个终点啊 还有那个圆形要多大 那个效果就多了 你慢慢去调试 把效果 弄得最好 最既然就是 不是后期做出来 而是直接拍出来 就是这样按脚的 效果会更好一点 好 很简单 就是 这张照片要 注意的就是说 故事 要有好的故事 就是说 你要有 一个想法 我要拍这样一张照片 然后你去拍素材 那我就要做这样的动作 那你没有模特的时候 就自己来 我因为我没有模特 那我就自己来 所以就是说 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你就拍这样的动作 那你拍的过程 你就包括布灯啊 各方面的色彩啊 这个圆图的照片之后 我没有修过 就是色彩都是这样 直接拍出来 就是说 你有了这样的想法 你就去拍一张这样的照片 然后平时要收集一些素材 如果你喜欢创作的话呢 这素材 你不要说 哎呀 这张照片太普通了 不要了 其实 你不要用掉 有时候你会用到 就是 你喜欢创作的话 有时候 一些很普通的照片 可能就成为 你创作的素材 一个元素之一 你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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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填充非常非常重要,你看一按选择填充,然后马上它就会处理好,这个填充用在所有你修什么照片都很适合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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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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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今天这些都是很简单 但是你就是要懂得怎么去处理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一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